多数部分这种云端的一个个股 他们的股价走势都是来得比较强 真的是 对 这种是属于云端 所以说你的需求 因为整个趋势的卖动 而让你的产能增加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OK的 那你又避开了 美国股市相关的这个下沙 那哪些个股的部分的话呢 你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你看 还有一种呢 就是欧美股市现在在跌嘛 那资金的话呢 它会转进到亚洲股市的市场 所以呢会引爆出一些新的主流 像近期我们看到的资产股 那资产股的部分的话 又有一个又有市场上面 又有另外一种讲法呢 就是说政府在打房 那打房进来的资金呢 进到市场之后呢 它还是那种有土私有财的概念 所以呢他会去买资产相关的个股 来做 他还是离不开房地产 只是他不敢做营建股 房子卖掉把钱来买股票 但是我就是爱土地怎样 我就买资产股 对他就买资产 然后刚好最近的这个香港的股市 或者是中国大陆股市又涨起来 那跟地产就有密切的关联性 然后呢 中概也因此而受惠 中概的普及性就很广了 包含到说我们看食品股 我们看食品股的分类指数 中元减 你看食品股是不是在整个 格局趋势里面的话 它是台股从五月中旬一直到六月份 七月份八月份 都是呈现一个强势 所以呢这个也是中概的一个环节 那当然中概的股票最近又有很多 包含到说这个大润发 刚才我们所讲的包含到说这个东元 这些基电股的部分的话 其实都是最近的比较属于强势的 永大电梯 永大 这些相关的 永大这底部 它涨这么多了 没有没有 它这个是底部刚上来 对啦 你看它底型这么漂亮 对 它是跟银件在一起 看到那个永大电梯的底型 我就想到 中国大陆的下半年 现在官方 因为上半年那个抑制房价 很多措施压得太紧 就下半年对于房市 车市 能源车 很多的政策都松绑一些 所以难怪都涨 对 还有一个就是钢铁 其实钢铁不是说只有现在 包含到说钢铁的部分的话 你看机器人要不要用到钢铁 钢铁汽车电动车这些来讲 是不是用到大量的钢铁 然后包含到说今天又因为 这个气暴所衍生出来的 管线要换 所以来老旧管线要换 所以钢铁股的部分都表现很强 我问你 钢铁肋股三只脚 你认同吗 我认同 这样好了就对 你刚刚讲那个大象的权重股 2002它也是大象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只大象长成这样 中刚可以 中刚以前是大牛骨 它为什么这么强 对 所以就刚才我谈到过 就是说有几个特殊的需求 已经开始在出来了 因为我有特别去问过 在专门在做天马路的 他在讲是说 你今天来讲 如果你正常的工法来看的话 像这种石油化 石油有危险性的管路 它上面其实一般来讲的话 看它的管境多大 它第一个就是要埋多深 这是第一个 因为看到这一次气泡来看的话 它的管路并没有埋得够深 然后埋管路之后 上面要填上大量的沙 不是把挖起来的废土回田 你挖起来的废土回田的话 很容易爆炸 就把旁边的人会伤到 因为这次一炸开 炸开 全部都是小石头 全部都是小石头 那个柏油路是一片一片的 哪有沙 都只有土跟石头 但是如果按照标准工法的话 一般的施工的话 价格会贵两倍到三倍 两到三倍 这么贵的价格 那这种标准工法很多都用于 机场的跑道 或者是机场周边的连外道路 他们都会用很标准的工法 或者是属于那种比较 这个国道的部分 接下来未来的管路的一个更换 可能来讲的话 有两种选择 一种的话就是采最高规格 最高规格的部分 就是采用跟半导体 还有包含到说上一次 台塑有公安事件之后 他们场内所有的管路 全部都换成超捷径的不锈钢管 那是最高等级的 难怪今天不锈钢大甲 超捷径的不锈钢 但是超捷径不锈钢管非常贵 它只有一家公司在做 就是2221的大甲 2221的大甲 这一家公司你看 是不是最标准的公司 其实一开盘 它就已经市场上面 就有人注意到 行人来人 内行人才会知道 这个是超捷径钢管 它是专门用在半导体 跟这个像说 非常不能有污染任何的杂质的 像台塑他们这一次的公司 里面的管路 它就是用大甲 但是贵就对了 很贵 贵很多 贵也要花 但是第二选择的话 就是类似像梅亚 代号是2020的梅亚 它是做钢管 无接凤钢管 这种是第二的选择 梅亚我们看分好不好 今天也是很强 今天也是很强 这大家后来就知道了 这个比允强都还要强 因为它占的比重 有的时候要看 每一家钢管公司的 他们的占的比重 所以照你这么说的话 如果真的要 因为陈菊现在说 势必要全面换了 而且全国可能都要检查一下 就是贵了 但是值比较好的 就是大甲跟梅亚 对 那像以前来讲 有一些可能都还不是 用到这么高档的 所以外面都还要涂防锈 防锈涂料 那你要涂防锈 那表示它不是不锈钢管 那如果真的是不锈钢管 你外面就不用涂 这些防锈涂料 这是钢铁股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谈到 手上有股票的投资朋友 怎么办 手上有股票的投资朋友的话 大概就是先采取 先避开与美国股市 联动性比较大的 这个来讲就最近跌比较多 那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 太弱流强的动作 其实很重要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是月线已经呈现下弯的 那第一个动作 你要先做到一个减码 那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是季线都已经下弯的话 你反弹要做一些 初心的一个动作 这个好重要 来举例一下 举例一下 我们看现在的大盘 现在的大盘 如果你把它当作一档股票的话 它虽然这样子跌下来 你有没有看到 它的月线虽然是下弯 但是它的季线都还没有下弯 有没有 生命线季线 它是上扬的 月线是下弯的 所以如果你的股票 是跟大盘同步的话 你现在来讲的话 只是短线减码而已 就是这样子 对 你不用出清 一个月的平均成本线 如果下弯又跌破 对 就是减码 减码 三张变成一张或两张 对 那如果这一条 它 我说如果 个股 这条也弯 你才需要反弹出清 你也跌破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 第一种状况的一个个股的话 我们先举例一下 看这个 LED的个股好了 我们看这个金电 金电 那金电的个股的部分 你看 它的季线 还是上扬 对 但是它的月线 已经下弯 下弯了 那这个就是跟大盘一样的股票 所以这种股票 你要先做到第一点 就是先减码 我先帮大家画这条 一个月的平均成本线下弯 然后一季的平均成本线上扬 但是都跌破了 对 但是你现在要先做到一点 就是说可能要反弹先减码 但是你还不用出清 因为它还算是有支撑 好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那个TPK 陈宏 那陈宏这个股票的部分的话 很明显的 你看这个也下弯 这个也下弯 它月线都下弯了 对 你给月的平均成本线 因为怕观众朋友看得清楚 下弯 一季的平均成本线都下弯 那下弯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股票如果反弹上来的话 反压 靠近季线的话 你应该要先做一个 减码或出清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它不弹呢 应该会弹 因为照刚才逊哥所讲的 现在并不是一个中期 或者是说大空头 它接下来的行情有机会会上 只是说你的整个技术面 如果呈现一个比较弱势的状态的话 你要怎么样去应对你手上的股票 这才是重点 感谢孟汉的提醒 希望大家平安 也希望大家在下个礼拜操作部分 有一些的技巧 如果是被套牢的 怎么办 悬骨朝哪些的方向 孟汉刚刚都教了 不过孟汉刚刚刚在第一张字卡当中 有一点我很有兴趣 上阶段 逊哥不是说吗 八月份的美元 美元应该走强差不多了 美元应该会再走扁 然后孟汉的字卡里面又再次点到 他说美元会走弱 然后资金 有没有 美股做错 美元走弱 资金转向了亚洲股市 真的是这样吗 提到这一点 我就想到超级奇怪 刚刚不是在说吗 全世界的股市都跌吗 七月份最后一天 今天雅谷八月一号 也咪咪咪咪咪了 照常理来说 国际股市都跌 全世界都恐慌 恐慌就要买什么 把那个保值的 避险的 金 黄金 结果黄金竟然近一个月 跌了3%超过 为什么它也在掉 因此我要问的是 建成第一个是 美元在八月份的行情 真的美元会走扁吗 钱会流向亚洲吗 第二个 国际资金的流向 我想先从原物料来讲的话 第一个 黄金原本在这个时间点 季节是淡季 需求的淡季 我要先讲 9月以后 印度的节日来了 需求旺季才会起来 另外一个 照理说有避险的需求 为什么金价油价 最近都在跌 因为经济数据不好 原因在这个主要的部分 在这边 你看油价最近来跌 为什么我讲经济数据不好 你欧洲有通缩的问题 7月份的CPI年增率 只有0.7个百分点 芝加哥昨天7月份的PMI 一年的低点 这个来到52.6 所以大家也担心说 美国是不是制造业有 稍微有点降温的动作 而且欧洲有 葡萄牙银行的问题 阿根廷的债务违约 这些大家担心会不会扩大 到整个景气面 又有债务问题又有通缩 通缩所指的就是我再有钱 我也不想买东西 这种经济是最难救的 所以就会大家对于经济是保守 而且好像林总会 这两天开完会议之后 他们的结论 连那个林总会主席叶伦都说 美国经济复苏的动能 还是比较偏弱一点点的 事业率虽然降到了六年来的低 可是很多的需的 比如说临时聘雇员 所以就业市场还需要有待提振 所以状况来看没有到那么强 造成邮金价 担心说需求没有那么大 而造成跌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最近的美元比较强 美元强原物料的价格 当然就会有压抑 这个是另外一个因素 但是刚刚宣科已经讲过了 美元涨到这边差不多 短线上到这边会有一些 这个转弱的情况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原物料都在跌 有些贵金属在涨 比较特别的 可能大家不会去留意 像靶金 这是创13年的新高 这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地缘政治的关系 一个是本身的需求面的起来 因为靶金用在一些 汽车产业身上 就催化剂 环保 对 宿美早晨系最快 靶金要用到 现在每盎司 神经来快较900块美金 所以不断往上走高 这个创13年的高点 还有一个之前是南非罢工 现在虽然复工了 但是状况不是那么好 这个良率各方面 没有那么快加温 南非是第二大的靶金生产国 还有最重要最大的叫俄罗斯 俄罗斯 欧盟要加强制裁俄罗斯 所以造成靶金 期货隔居的感觉 造成靶金最近股价 报价是往上走 供给面掉下来了 所以需求如果还是很强的话 把金带就往上做创高 回来还要再追的 我刚刚一直在预告 现在盘面上的肋骨轮动 根本就是一个脚本在写 轮到了谁 玉堂帮您抓出来了 还要再抓的 我们国内不是有五都吗 结果竟然四都的房市 房价都在跌 莫非国内的房市不空头了吗 玉堂 我回来了 因为家伙让世界听见我的歌声 伸出您的援手 许多弱势孩子也会因为您的帮助 找到乌虫未来 家伙你喜欢 谢谢你的帮助 越不沾你的肉越新鲜 新鲜才是顶好 现在来顶好 单笔消费满300就送100 您现在收看的是前线百分百 安宜告诉你 检测行动力只要三个动作 首先姿势 挺直背部需要健康的骨骼 二柔软度 需要强健环节支持 三平衡感 需要强健的骨骼及环节 骨骼与环节健康 才能维持行动力 心安一关键 全方位升级 含有十倍葡萄糖胺 滋润重要环节 小分子超微干让骨骼更健康 行动更灵活 心安一关键 全面提升骨骼与环节健康 卖场采购真辛苦 要等又要搬 那是以前 现在是 瞒着到处玩 因为大买家网路量饭店 解决了家务事 省时方便 网路量饭店 大买家 爸比 这礼拜我们去哪里玩呢 妈妈 下雨了 屋顶漏水怎么办 我来保护你 有了青叶防水涂料 创新日本立体科技纤维 结合3D磨砺弹性乳胶 让防水的磨砺更强韧 全方位的防水专家 青叶油漆绝对出色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助理Amy今天搞失踪 只留给我Xperia D2A 我只好自己搞定咯 记者会影片 马上传 最近的造型 OK 蛤 买咖啡还不加糖 助理的工作还真不简单 助理的心都跑去海滩了 Xperia D2A 4G全屏期间 想要更灵活 你补钙了吗 光泉钙质强化牛乳 含助钙吸收三罐网 更多一点八倍钙 保持好骨头 让你好灵活 光泉钙质强化牛乳 光泉钙质金好康 金币iPhone等你呢 详情请见光泉官网 拜拜 爱用泰山巴保重 吃健康最实在 百贵贵真实在 百贵心最澎湃 跟完全泰山健康更澎湃 好像是这样 刚刚建成这么一说 提到了拔金 这个是LM1有色金属指数 最近也飙高到3303.1点 来到了新高 所以势必国际热钱 有转到重金属那一大块 应该说有些贵金属 都还不错 包括了白银 其实这一段时间也有涨 只是稍微有掉下一点点 不过从6月今年以来 涨幅也还蛮大 为什么要去追贵金属 当然有些都是工业用途 像都是用在一些 景气好转都用得到 白银也跟汽车产业有关系 所以好像是汽车付出 一些贵金属的力道上就比较强 白银用在汽车哪里 一样跟刚刚讲的 一些环保催化剂各方面 对 它是那个 触媒转换器 触媒转换器这一块 是这样 这个都用在一起 其实说都有关联性存在 当然资金的流向 确实有没有从一些市场在移动 我觉得发现到一现象 轩哥刚才讲过 美元指数8月可能会转弱 其实这一段时间 我也看出一些现象了 跑到亚洲来有些 钱跑到亚洲 你看我给大家准备 7月份国际货币里面 包括了印尼顿 泰铢 马币 人民币 为什么中国股市最近也在转强 其实钱慢慢有加温进来了 所以钱真的像孟范说的 来到亚洲 对 当然基息比较高的 有点跑掉一点 包括台湾台币有点扁 但是几个原本之前整理 像印尼 泰国 马来西亚 甚至到中国 开始都有升值的一个情况 你看画面上这些的货币 亚洲货币 往下是呈现升值的格局 所以它是一个悄悄把轮动 当然也有贬值的 7月份贬值 俄罗斯有问题 俄罗斯就贬很重 4% 巴西也贬了3% 欧元也贬了两个百分点以上 韩国跟台湾也稍微贬值 因为我觉得说 稍微有基息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稍微贬值 但台湾贬的不多 所以资金 这样看外资没有外逃 其实外资没有外逃 所以对台股 你就不要那么担心了 所以我觉得 美元指数在8月份 可能谈到这边会稍微有压力了 这个美元稍微弱一点点 其实对我们亚洲新兴市场的部分 会有比较正面的帮助 从刚才的角度来看 其实有慢慢这个现象出现 所以我觉得 你麦家华 你是末日博士 一定看衰的 但是炫哥告诉大家 麦家华不要再划 不要再划空头 所以炫哥说 上帝给麦家华打了一巴掌 你也觉得是这样 对 我觉得你把美股10月份 要跌三成 他10月以前 对啊 10月份以前要跌三成 两成就是空头了 对啊 他说10月以前要跌三成 我觉得说你没有这个利基点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他讲了几个点 我把它整理出来 他说10月底之前跌2到3成 那最主要是说 有些大型股最近跌了两位数的幅度 像建商类股 像航空股 像航空股就波音跌比较重一点点 但是你不能把建商航空股 几个类股跌得比较重 就说这个要准备要大空头 那罗素2000今年跌了2% 那小型股有些涨多了 本益比太高跌很正常 夜轮都点名 当然会稍微修正 我们OTC也稍微修正比较多 但是不代表说 所有的股票 什么大型的行情 大型的指数呢 会这样重挫下来 我觉得不能用小型股去看大型股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还有呢 他也讲了 他说会重现1987年的股灾 他为什么讲1987年 当时1987年 就是那10月份 跌了20几% 一个月跌到20几% 我讲的是道琼 所以他担心会出现这个 它是他的论点 但他的论点里面 他说企业这几年 没有增加产能 没有投资设备 谁讲的 Intel资本资助是假的吗 也是有100亿美金 你说消费者 消费的不多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美国最新公布的7月份 消费者吸引指数 是创7年高点 突破了90 7年的高点 如果说消费者吸引指数 没有很强 那他们是消费假的吗 这个我很多数据 看起来好像 这个关联性没有那么明确 所以我认为 你讲要跌三层 我觉得短期间 或许未来会 几年后会 但是短期间 比如说10月以前 要跌三层 我比较不能认同 所以你不要再花 刚刚好讲到资金轮动 所以我喜欢这个答案 从炫哥梦幻到建成 都说 行李准备好了吗 8月份 美元可能会走扁 亚洲货币会走升 钱会进来 如果钱进来 肋骨轮动 谁第一棒第二棒 第三第四 掰好 今天很明显 我刚刚预告了 拉了往上拉半导体 拉半导体 杀金融股 你看 笔电 续墙 因为有电脑战 然后银件 大家不唱衰吗 房市要走空 打房 银件肋骨 12345 5根红黑棒 那这不就是一个明显的底刑吗 我要问的是玉堂 玉堂常常观察期货跟卸货 我最喜欢这种感觉 这次的肋骨轮动 是不是有一个 我们可以抓到的节奏 没有错 过去一波涨金融 电子拉回来做休息 我记得大概一个月前 跟炫哥一起上节目 我们也讲 电子已经过高了 金融说等一等 我们要跟上来 对不对 金融是不是拉起来 对 好那今天可以看到什么 金融拉回做休息 好 那谁接棒了 电子股 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电子棋 一档最重要我讲什么 联发科 联发科我现在大家 今天看得很明显 外资昨天卖错了 今天买回来 好 前面叠最深的就是半导体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族群会在哪里 联发科就会带动什么 半导体的一个族群 DIC设计是最上游 对最上游 那如果联发科这么好 单下给谁 下给台积电 台积电再下给谁 下给下游风测 细平日月光 还有他的一个合作厂商 金融电跟细格 你可以发现到今天细格的股价也很强 在盘中也一路往上做拉高 跟着这个联发科一起往上走高 所以我认为从联发科先带动的 我认为电子的部分 大约可能到现在8月初 也许到这个季报 刚刚讲到空军节8月14号 可能在一到两周的一个 在休息整理完之后 我认为会陆续有买盘会归队 联发科已经名枪第一炮了 卖错马上买回来 台积电到底没有卖错 其实我很怀疑 我真的觉得外资的看法 我讲实在话 法说的当时的解读 我觉得是利多 但是外资硬要喊空 那也没办法 他要卖股 他就认为是空 对 而且他说的空是明年的空 对 明年的空 我再把他的看法再说一下 2015年台积电的16奈米的制程 落后于三星的14奈米 但是台积电的工程师 给我们一个大独家 他说那他14奈米的良率呢 所以我认为台积电目前 还在季线之下做一个震荡 会不会有机会外资回心转易 转为买超 这个是后续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族群在哪里 资金轮到电子 但是电子太多了 我们大概分三块 联发科的IC设计这一部分 第二个就是面板股 面板股为什么认为 它还是有机会走样 今天外资买超前两名 就是面板 第一第二名还在买面板 友达群创 对 还在买面板股 所以我会认为说 当然现阶段 你会看到国际局势不稳 但是我认为 既然外资在面板的一个身上 还是强力的买进之下 资金轮到这一块来说 底部的一个支撑 是相对强劲的 我问你面板 如果面板指数 或友达群创 把它用周K或月K角度拉长 它就是你们一在焦的 你看它的位积这么低 对不对 对 所以够便宜 我讲它还是够便宜 你用日K看 好像看群创 前一波像标股一样 10块钱涨到15块 但是你拉长去看 甚至它还在净值之下 所以我认为它是 外资也会站在 减便宜的动作 布局这两档个股 那第三个 我是认为 它是有所谓转机性的 为什么这么讲 面板也是转机嘛 今年的获利很好 NB族群 我讲实在话 大概一年多前 Intel就讲PC会复苏 当然看下来好像都没有 但是到今年 好像有秀出这样的味道 你可以看到 iPad的销量减晃 你也可以看到 Intel的财报增加 好像还有所谓的一个 XP的一个 停止之后的换机潮 对 所以在PC市场 我认为这个所谓的一个 景气的谷底翻扬之后 因为现阶段我讲实在话 高位积的个股 叫利多出镜 涨不动 但是低档的 甚至族群在低基期的 只要未来看好 市场就会觉得 它有转机 资金反而偏爱这一块 所以我认为 像鸿基的一个部分 今天还蛮强势的 或者像代工的人保 或者像伪创 这一波以来是 在电子族群里面 蛮能往上攻高的 那当然从NB族群 你可以看到什么 周边的零组件 前一波像散热的一个部分 蛮强势的 甚至今天蛮强的一档 做键盘的2387的金元 今天工上掌停板 你说它是做什么 做键盘的 NB要用周边零组件 要用到键盘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今年的获利 第一季0.16元 虽然好像看起来 没有大幅的要进 但是你跟第四进去 就比较是成长四倍 那预估今年可能赚一块钱 而且净值有20块 现在股价大概才15元左右 我们看它的日K 我就说它的一个底型来说 打得蛮完整的 今天是第一根长红K棒 我们再把时间拉长一点 用周K看好了 都可以时间拉长一点 你看这就底型了 这就是底型的 时间缩短就看到周K的 就是低位接低期的个股 所以我觉得市场资金 从NB就是低基期 红基很明显 零组件 晶元也是 散热的模组 但是稍微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 这样是获利比较好的 所以我认为 电子大概从这三块左手 好 那还有一个族群 我刚刚讲到就是什么 金融的一个部分 好 我刚刚讲说 今天跌金融 是不是金融多头结束 其实没有 为什么这么讲 今天外施 买超前十名 六档金融 真的是六档 而且我先插拨腻一下 中性金控 第一金控 再加上一个电子的合硕 这三档 是外资投信 同卖超 还在同卖金控股 待会预调会把金控说清楚 那同卖的部分 同卖我先念 档数好多 七档 零电台积电开发金 然后鸿海 华通 加联益 跟新日光 只是我要说 土阳同卖的这些的标的 是不是有些 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然后半导体抬头之下 下个礼拜会不会买回来 这是刚刚玉堂 有暗示的 同卖的还在卖半导体 那金融 金融部分我讲 短线叫做 获利调节的卖压 那第一个是受到国际影响 刚刚这有提到 阿根廷的违约 大家会联想到 因为金融有 只有会多多少少 有一些联动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我们讲 债券的部分 当然我认为这个 比重不大 比重不大 说到这个 我差不多问一下进程 因为今天看到报纸说 阿根廷的债务违约 然后好像我们国内 有一些的基金 投资人你要听清楚 如果你有一些海外基金 买的是一些相关债的话 我们国内听说有人中担 而且是普遍部位 是在阿根廷那块领域 严重吗 比重好像个位数而已 很低啦 那个我觉得会 一定会影响 但是基金它只 可能比重再一点点在那边 这整个基金的绩效 我觉得冲击不大 所以它就是基金这个size 有部分投资在阿根廷 国内有8档 大约大概 我看2%左右 所以比重不大 所以当然短线有这样